大家好我是冯孝初 今天分享一道用丝瓜做一道美味的家常菜 首先把丝瓜削皮 把丝瓜先切长条 然后改刀切小块 买了一斤多的铲花了20块钱 现在把铲肉给它取出来 好了我们已经剥好了 把它倒入清水里面清洗干净 稍微轻一点不能把它肉给它抓破了 准备一块五块肉 然后切稍微厚一点能厚片 准备半个红椒 斜刀切块 准备几个葱白 准备几片姜片 锅中不用倒油 直接下五块肉冰油 用猪油做这道菜 注意吃起来更加的浓郁 不用加什么食用油 下入葱白 一定要炒至这样子焦焦的感觉 然后关火 把它跟五花肉一起捞起来 把它跟五花肉一起捞起来 备用 锅里底油下入姜片爆香 加入开水 下入丝瓜 大概煮30秒左右 接着下入葱肉 加入一勺盐 一勺鸡精 一勺白糖提鲜 一勺白糖提鲜 一勺蠔油 下入红椒 盖上盖子煮一分钟 加入半碗水淀粉勾芡 加入半碗水淀粉勾芡 大火稍微收一下汁 就可以了 好了 关火 装盘 一道非常鲜美的 撑入丝瓜宝就做好了 最后再撒上我们提前炸好的葱白 这可是我们这道菜的灵魂 这道菜的灵感就是前两天我发的视频 我小徒生日 我们去酒楼吃的那一道菜 我说我回来研究要教给大家 我做了两次 这是第二次 真的是每一次都觉得非常好吃 超级的赞 如果家里面有小砂锅的会更好 颜值又高 我们家的砂锅就特别大 所以我们就用这种盆装 但是不影响它的口感 这超级的鲜 一定要照我这样子做一遍 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好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我是冯小初 下期再见 拜拜